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月娜 歡迎收看今天的龍之谷 OK 貓女覺醒了 這應該是 最後一個覺醒的角色了 所以 不是啊 我發現我的破壞者 我破壞者沒有練上95等 應該說連93都沒有 他現在只有91而已 所以覺醒的東西真的是做不了啦 做不了 放棄 作罷 有沒有 好啦 那今天就只是來簡單帶一下貓女的覺醒 然後還有一些小活動 然後在這邊先跟 龍之谷的觀眾們說聲新年快樂 雖然好像提前了一兩天 但是沒啥啦隨便啦 管他的 都講啦好不好 然後 玩捕獅的 你們可以跳樓啦 我記得好像捕獅 就是聖徒 光輝跟護士 都大改了 有點可憐啊 對不對 好 那 捕獅的部分 我覺得等一下應該是可以 開一下 就是看他們有改了什麼 印象中聖徒是最可憐的一個 因為聖徒的捕好像 就連那根捕獎 那根棒棒 都要 不知道 那有點可憐啊 這個 其實 我本身有在玩護士的 聖徒已經很久沒玩了 那 只剩下目前在 有在玩護士 然後護士一改 我覺得完蛋了 死定了 完蛋了 沒救了 是不是 OK 那 然後 我一定要吐槽一個東西 這個 等一下開裝備圖鑑給大家看 喔 屠殺者 屠殺者居然改了一個什麼名字 桂圓 桂圓裝備 我的天啊 哇塞 桂圓裝備啊 OK 那 這一隻破壞者只有91等 所以我們就 不進修煉場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直接講給大家聽了 喔 那他的覺醒呢 呃 前置技能呢 好像 還好 就是 這是電光一閃之類的 有沒有 原本的電光一閃應該是只有在機械步伐之下可以使用 那現在是改成機械步伐之後的 連接動作 也可以 也可以 減少他的那個 CD這樣子 還不錯喔 然後 這個是 陣地盪波 陣地盪波是 這個 120秒的buff 恩 我看一下 好像就是在這個狀況下呢 額外會就是爆及時給20%傷害這樣子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就是常駐啦 這樣子 如果你滿爆的話可以多20%傷害 我覺得這個 效益滿高的 我覺得 蒸氣精通 這是增加那個蒸氣的取得 取得方式啦 其實蒸氣我還真他媽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蓄氣奔馳 這個是攻擊力增加30% 他是哪一招啊 喔 這招喔 我不常用啊 然後他可以藉由那個 往後就是S 然後增強他的攻擊的樣子好像是吧 反正就是一些小改動啦 然後是這個盛情款待喔 就是狂砸地面嘛 砸個 喔喔喔喔喔 欸 這招好像還滿猛的欸 我覺得 我們還是進修練場吧 哇 那他這個是 可以用一般攻擊劍來進行追加 野獸衝刺 欸 這招好強喔 而且 亂武中是無敵欸 哇 這個 這個真的是 滿猛的我覺得 這個有猛到啊 其實 我趕快去找那個 找技能教官 應該說NPC喔 最近 黑鯊玩太瘋了 呃 有修練場 我剛剛看了小 我原本想說 欸 只有一招 那應該就不用進修練場了吧 結果發現 喔 幹好猛喔這招 我們還是進修練場好了 有沒有 這就是所謂的三星而已 也不算三星而已啦 我也不知道 來看一下 目前只有三招可以使用 電光力閃強化 這個就算了吧 因為我其實不太會抓十幾點 這個是震盪波 我這個也是要傷害 可是這隻完全看不出來啊 所以我們就玩這招就好了 3 4 5 哇 欸 他後面還會再追加傷害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啊 行 還行 還行 其實我很久沒有玩破壞者了 喔 怎麼不見了 啊 傷害其實還蠻高的 我覺得 再一次再一次 所以現在是摸這個 是連迷人一起重 一起一起重製的事嗎 還不錯啊 這個傷害蠻高的 我覺得 他碎片攻擊力可以到達8900 我覺得這應該是吃滿的傷害 對吧 是吃滿 可是要怎麼吃滿 我不太確定 應該就是怪物體積問題了 你看像這個只有7下而已 對啊 要怎麼吃滿還是有個問題 因為 他是四個角落 但是問題是後面兩個 有可能會吃不到 這是一個問題喔 打龍的時候應該還是有機率可以把他全部吃滿 我覺得 可是他還蠻佔裝的 而且他沒有無敵 所以說這招 就是看你們要怎麼使用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啊 不過他傷害高是 不可否認啊 那我們就換捍衛者好了 其實我剛剛花了兩個小時 多 包含吃飯喔 在解這個 這個 覺醒喔 因為覺醒一直都是我最大的 最耗時間的一個工作 那 這也是最後一個角色 我還是很有耐心的把他做完了 原本 我沒有打算要做破壞 因為我破壞就991而已嘛 對那 我練了 我練了好幾百隻的捍衛者 沒有好幾百隻啊 三隻吧 那時候 有練貓女的活動 我就把他練到三隻了 其實還蠻 87的 我覺得 也是蠻87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吧 捍衛者的覺醒喔 防禦姿態就是 被攻擊時有一定機率自動發動 這是個好招 焦點嘲諷 傷害增加 空中使用時 冷卻時間會恢復50%喔 但是卻不會留下 挑釁 還有那個 記號這樣子喔 OK行的行的行的 這個剛剛好像破壞也有 只是他是不同方向 他 他這招是 好像就是金蛋吧是吧 另類金蛋還是自己轉移傷害啊 自己轉移傷害這個反而有點不太好吧 可是 我不太確定啦 這個到底是金蛋還是轉移傷害啊 氣流精通 這個要還蠻多招的喔 就是用快腿妙擊 觸發的兩個招式呢 會產生恢復氣流 恢復氣流就是 自己的HP恢復 防禦力也會增加 然後 會維持8秒 8秒內 就是防禦力 20%20% 然後2秒恢復 1% 所以總共會恢復4% 欸還不錯啊 唯命是從喔 對周圍的恢復氣流下指令 所以氣流不是一個標記 而是 一個 區域 那區域的話會變成爆炸這樣子 然後也會引爆嘲諷焦點OK 這一招嘛OK行的行的 毀滅殆盡 你不是 你不是坦嗎為什麼 應該會有毀滅者的招呢 這個就是蠻普通的招式的我覺得 但是 還蠻猛的樣子 對呀 OK那我們就趕緊進這個修煉場 再來看看 為什麼這裡會有紅色的 好算了 喔我剛剛以為按下去會有說 嗯你還蠻適合見識的啊 唉唷我靠 可以不要這樣嗎 人們各有所好啊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對不起打分地要啊 我就是 防禦姿態 這個就不能撤了 這隻擬人應該不會打人吧 嘲諷焦點OK我們來看看喔 等一下曹鳳焦點不是應該按右鍵就可以爆爆炸的嗎 這是什麼這什麼這什麼 喔這就是恢復氣流是不是 嘿好酷喔 他剛剛是說按哪一招啊 這招是不是 我們再看一次 有了在這邊有個恢復氣流 然後他 常常給給buff 啊按錯招了等一下 有了那現在看看能不能引爆他 有了有了有爆炸有爆炸 所以就是要打敵人留下區域這樣子然後可以先踩 先踩然後拿個buff有沒有 沒了喔 噢有了所以他是 等於是現在那個標記 有兩個 引爆方式 我覺得 可以 取一個用就好了 我覺得是 應該用這個吧 可以加氣流爆炸 這樣子 還有毀滅殆盡 這一招我先看看好了 喔對是金蛋他是金蛋 那應該就是30%的金彈沒有錯了 然後 氣流精通 就是剛剛那個恢復氣流嘛 最後就是這個毀滅殆盡 要跳起來才能用 欸那傷害蠻高的欸 好猛喔 這比剛剛那一招還來的猛啊 來爆炸吧 欸不錯欸我覺得 坦貓比打火貓還要來的好用啊 怎麼辦 先講大坦貓時代是嗎 幹坦貓超猛的啦 而且好怪喔 就是他的這一招毀滅殆盡 他的傷害範圍並沒有很大 就表示是可以 全吃的欸 但他是集中在前面這一塊欸 好酷喔 所以是可以全吃的超爽的啦 幹太猛啦 我們只花了10分鐘就把那個貓女的覺醒講完了 是不是 可是他這招就只有單純的引爆是不是 他這招只是單純的引爆啦 所以說 如果沒有點這一招 那這招其實也沒有點的必要 可是恢復氣流其實我覺得是蠻方便用的 對啊是很方便喔我覺得 我記得防禦姿態不是也有嗎 所以他是可以連同這個防禦姿態的 應該是可以一行引爆才對啦 好啦那剩下的就來看一下 這一次改版的一些小更新 除了貓女之外呢 三頭犬也復刻了 可能是因應狗年吧 那這個狗 三頭犬的 是有補陣的巢穴 所以 我也不知道能怎麼講的啦 你看艾莎我老婆好可愛 日常發熟 然後這一次的活動其實 還好耶 就是過年反而活動沒有很多那樣子 硬要說的話他又有一次那個 影片創作 那這一次我應該是沒有打算要參加了 你們有興趣趕快去自己參加喔 這種東西就是 冠票跟 親友團的按讚時間啦是不是 然後他會有這個 驚喜 驚喜登錄裡 還蠻神奇的東西喔 雖然我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聽說就是很神奇那樣子 那我們來抽抽看吧 不曉得會給我們什麼樣的東西阿 還蠻多人抽到好東西的 只是我覺得 我應該是抽不到的啦 這個 已經很少在玩了 所以說現在 抽東西的運應該也已經 隨著我退坑而一起消失了 欸這個什麼天魔琴阿 好怪的名字喔 你不覺得嗎 然後這一期的時鐘聽說是 貝勒尼卡是嗎 那隻青毒絲 還不錯 我覺得貝勒尼卡的時鐘還蠻好看的阿 有興趣可以去搞一套來阿 你看 什麼都抽不到 是不是 大頭藥水 還是不要亂點好了 還是不要亂點好了 那個山頭犬巢穴呢 阿剛剛說要給你們看那個封頂指南的齁 煉魔石櫃罐英雄頭盔 這到底是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啦 好怪喔 像這是鋼鐵勇士有沒有 他還變桂罐 他是湯圓阿 變湯圓裝備啦 好啦那 這一次的更新就是山頭犬的東西 那山頭犬的部分 山頭犬的部分 為什麼香腸仔還是不能瞬移阿 為什麼香腸仔還是不能瞬移阿 沒有嗎 沒任務欸 幹好猛喔 等一下 不會是要那個吧 那個 因為我的貓女有收到任務 可是 煉魔卻沒有欸 叫什麼怪物 野未眠 那個是上司的活動還是 山頭犬的阿 真的不太確定阿看一下好了 哇 沒想到貓女沒有上九五 也有好處的 有啦山頭犬的入場門票呢 這一次比較特別 只要隊長有 入場券 就 通通都可以入場 只是獎勵有差而已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有就是你 欸也不是你 那就是應該是我剛剛那隻捍衛者阿 九五捍衛嗎 天阿我們開來開去繞了一圈阿 轉阿轉阿 起Chiny紅燈 啊這樣轉了一圈有沒有 真他媽就轉了一圈阿 你把大哥給吹死啦 他說國外又怎麼稱呼貓女的阿 Catgirl是嗎 應該不是吧 好的 那 這個 怪物業位裡面我來看一下 給不給動阿 阿你好像很累 唉別說了 最近時空體面三天兩頭 就會聽到狗叫聲 害人家沒辦法睡覺 你沒聽到嗎 真是奇怪 是因為沒有特殊門票嗎 特殊門票是什麼 就是特殊門票 幹 只要隊員中有一人持有其他 其他隊員可以同享好處的驚人道具喔 新的冒險家只要初次達到九速級就可以獲得好處喔 特殊門票應該只送給新的冒險家就是新角色阿 呃但你也別太失望 你只要找到有特殊門票的人也可以跟他一起組隊就好啦 講幹話 講幹話 這就是幹話聽到沒有 講西話幹話 啊這就是幹話 好啦總之這一次的 我應該是進不去了 欸不 其實仔細看貓女的胸部還蠻大的嘛 好啦那接下來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可憐的補了 那這個補到底有多可憐呢 這請各位親自看看吧 認識的人已經在說了 為什麼不乾脆把聖土給刪掉呢 我也是這麼覺得的啦 聖土已經死了啦 光輝的改動我是不太清楚 可是根據我的記憶呢 也是很慘 護士也蠻慘的 大家都很慘啊 啊我們現在點技能 點技能 欸 還缺什麼招嗎 欸好雷電之手10秒 還行 治癒之手90秒 90秒啊各位大大 90秒啊這個是多少 也是90秒啊 90秒啊你看超慘的 這個雷掌握之手60秒 我這個就還好了我覺得 剪完CD剩37秒 這個就沒變了 這個呢210秒我的天哪 全杖精通 保護之盾 85秒啊 神怒 沒有加攻擊沒有加物攻啦 其實這個有沒有加物攻都沒差啦 然後這邊這個 這是什麼招式 這好像是新招式欸 還蠻猛的樣子 特效治療 30% 90秒 不用玩了啦 90秒欸 雷電之手呢 這就還好啦 治癒之手 冷卻時間縮短為40秒 那這隻好很多了 只是 自求多福啦 然後 痊癒之手45秒也行啦 好不好 掌握之手我真的不太想跟他講什麼 神聖風暴是吧 喔再來覺醒的部分 雷電之手這個沒變嘛 神聖風暴也沒變嘛 要閒置技能是不是 喔隨便啦 他已經死了 我不知道想管他了 聖光十字架 我記得不是有一個 神聖氣旋 他是 欸等一下 他直接把這一招變成10%欸 好猛喔 欸那還不是救回來了 然後 奇迹之手 增加解除異常狀態 然後再外加一個 減傷50% 好像還不錯喔 特效治療是 2秒50% 還行還行還行 喔那但是沒有補MP了各位 而且這招是什麼東西 我還真好不知道 這招是什麼啊 這招是什麼等一下我要看一下 感覺好酷喔這招 這招是打擊 打擊類型還是治癒類型啊 哇賽 EYE真的是腦洞打開欸 不是我在說 不是我在誇 他真的腦洞打開了 他就給予好像3秒鐘的不知道什麼招式吧 他好像又是補嗎 這應該是補 好吧 好行3秒鐘的補 4..3..3秒鐘的補 OK 我也服了我也服了好不好 我也服了我也服了 天哪 這補師大崩壞啊是不是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小護士 好作為我有玩的我應該會哭了是不是 可是有人說他要把練模轉護士欸 我確定都是護士變猛了 這世界真的是 壞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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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掉了壞掉了 突然覺得 一年前我有去玩黑色沙漠是對的 雖然說現在黑沙也是蠻可怕的啦 我現在看到黑沙的補 喔很可怕 武士也能自補 對不對 你說男女法可以補 那還OK 女武神可以補也可以 可是 忍者 不是不是忍者 女 女 女忍者還是女武士可以自補 這個我就 What 為什麼 為什麼武士可以自補 我天啊他們是學了什麼忍術嗎 那應該是忍者了吧 是不是 喔護士在這邊也新增了一個治癒毒藥 就是解異常狀態的區域 唉 你也不看看犧牲的幾秒 90秒 喔 天啊 然後這個 這個的話 他變霸體加40%我覺得還蠻猛的 值得用一下是不是 唉 唉 我有什麼多點什麼東西 沒有 好 唉 他變成這個了耶 他變成可以放鍵盤上面了 好爽喔 好像有點猛阿 這個是不是 然後他這個刪除需要泡泡的了 然後 智力直接加50%好猛喔 好 再來是煉獄石了 這個是 好像是已經可以貫穿的是吧 所以還不錯 煉金術 20%而已 好啦 比原本的18%還要好多了 好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點 超過了是不是 我是點到什麼東西 欸 他根本就是在二殺那個什麼 好啦這要只要點1就好了是不是 好啦我想起來那時候只要點1了好不好 好 毒氣睡眠 愛情病毒 喔 可以貫穿的是不是 好 劇毒突擊跟黏液石 我看一下喔 還會有傳染病 還會有傳染病 這不就是拿以前的東西炒冷飯嗎 感覺這就還好欸 劇毒制止 這個毒坑爆炸沒變 犧牲 好沒什麼變啦只是 我看一下喔 他把那個劇毒制止後面才能解狀態的那個給拔掉了 所以這招其實CD是50秒 如果以持續時間 也算是效果的話 就是他是50秒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是完全不會受到 兩秒 每兩秒都可以解除一次 所以可以總共5次嘛 還不錯 只是補的部分比較麻煩 是犧牲變成90秒 而且他這邊也沒有就是 撿CD的東西喔 還蠻不方便的我覺得 就是 補的話 護士變得比較弱勢的一些 對我是這樣覺得的啦 最後是光輝啦 光輝 光輝我只玩過兩次而已 所以我不太方便評論光輝 可是聖徒跟 護士我他媽就是有在玩啊 你們想怎樣 唉 聖徒還行 護士直接變輸出職業 讓我們為補師 莫哀吧 我的腰 我的腰 沒有啦我真是覺得啦 護士齁 還有 還有聖徒 聖徒的話 因為他本身傷害就不高 現在改成這樣子 我正他媽不知道 官方在想什麼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喔 對於一個沒有在玩刺客的人來說呢 我看看喔 他是哪個分支 這一個 他補是哪一招啊 這一招是解狀態是不是 90秒 他只能解一次然後還90秒 哇靠 哇靠你在跟我 開玩笑吧 這是10%也是90秒我的天哪 祝福慧眼 這是 這是 喔這是加 加攻擊 所以就還好 智慧 也是90秒 可是他可以持續60秒 而且還0.5 我覺得這個還OK 只是他很容易被打爆而已 這是大補對不對 30秒OK 這個還可以 但是他一直90秒幹 陽光四射 這是那招 很愛演的招式是不是 對就是這一招 我想起來了 他就是你啊 我們看看喔 他變30秒 小補變成30秒可以補一次 哇靠 大光輝崛起 還不快轉光輝 還行還行還行 環轉攻擊這個不講 治癒之查克拉 這個是回復HP 以前不是MP嗎 怎麼變HP啊算了 減少40秒是不是 所以他變成50秒CD 陽光四射 我不想講 能源之戒 還是減傷而已啊 算了 再來是覺醒喔 貫穿之星 變更為光屬性 這個好像之前就講過了齁 查克拉束縛 疊癮 幻癮查克拉 查克拉之奇蹟 這招是 大補 大補 增加減傷是不是 喔不是是他按 左鍵可以追加40大 然後再減傷50% 還可以解決狀態 還不錯啊 嘖 這樣看下來 好像 光輝才是大贏家啊 這個 這個 這個誰啊 護士轉輸出 聖徒乾脆直接刪掉算了 各位施主請 請請 請請 請 請節哀 我的護士他媽也變垃圾了啊 沒有啦還是可以用啦 只是 不習慣 新的 就是多一個 多一招新的啦 而且 光輝是唯一沒有多新招式的補 我覺得光輝可以照以前的玩法 只是要 只是要熟練一點而已啦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熟練 對 光輝其實沒有太大改變 聖徒則是要看準放補時間 護士的話 算了吧 還是當一個輸出好了 好啦那 啊 這就是今天的 貓女覺醒 還有這個 補師大崩壞喔 好啦謝謝大家 三頭 你說三頭選巢穴 NONONO 想都別想 我又沒有卷 是不是 媽的 好啦今天有加倍 趕快去練的 喔300%欸幹 好啦那 今天的實況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下方點個訂閱 以及喜歡 就可以得到每週 或者不定時的最新動態 那你可以看到粉絲團 按個讚 可以按個追隨 提蛋跟隨便 那就是這樣子啦 OK 那今天的大崩壞 也不是 貓女覺醒 就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哭吧 愛好吧 補師全沒啦 哈哈 其實我還蠻想去 三頭犬巢穴穴穴穴穴穴穴 但是我真他媽沒票啊 你看也沒有人開組啊對不對 好啦就先這樣子啊 大家拜拜 走黑沙加工 我們去當投機仔